好,各位同學,今天我們來回答一個同學的問題 當然是inscape,然後呢 有這個符號跑出來 那就是不能做啦 當然要做一個,等一下要再講 那我們看了一下那個問題 第一個是這個版本 太舊了 這個現在已經到1.3了 等一下會跟各位同學看 這個應該是舊的版本 去網路上找一下吧 因為的確 其實inscape到1.0版之後 突然 不知道怎麼講的,進步神速 以前0.幾版的其實 問題蠻多的 突然1.幾版之後就變得非常的 嚇嚇叫 直追illustrator 當然我個人更喜歡的,就是習慣的問題 版本太舊了 這是1.3 那再過來呢,他想做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他大概要想把這個 比較圓的繞起來 然後我曾經教過他 他就是這個地方出狀況 其他有幾個問題,我這邊也有講 怎麼講呢,我先講一下 先大概跟你講一下 先拉出來 你看我都做那麼多,每次做都成功 這個,假設你要把這個繞這個 有兩個東西你一定要理解 這個其實我有講,但你可能沒注意 因為inscape 操作的過程像這種東西 我也只能說做久了才會有經驗 他就是這樣子 這個一定要在最上面 所以你基本上點這個的時候一定要把 這個沒有,拉到最上層來點一下 確保 有時候我們做的順手會忘了 那有時候剛好你本來就在他的上面沒問題 那萬一不是呢 就會可能會有那個狀況 我試過也就是這樣 我試過他如果不是在最上面 那這個在最上面 然後這個呢,就跟他拉到最下面 他應該在他的上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位階的,或者那個什麼 塗層 這個應該是更上一層,這個應該是最下層 就是這樣子,或者他 他要在他的上一層才行 ok,然後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 下面這個要點 你看兩個都選起來 他跟他,我在他的上層 是不是這樣子 他跟他,我在他的上層 所以扣充功能 然後從路徑生成 沿著 圖樣沿著路徑 那這個地方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要選 重複的伸展的 這裡 重複的伸展 有這麼多重複的伸展的 其實你也都可以試一試 就是這個重複伸展 這個我選蜿蜿,就是這樣子 那 預設只是零 我覺得也可以 好 那 其他我覺得大概也沒有什麼狀況 大概這幾個就是這樣 這樣子 重複伸展的蜿蜒 然後 可以的 即時域的,看看 他就跑出來了 他就跑出來了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OK 這樣會的 馬上再教一下 順便在這個過程來教一下 那 你這一個 你如果覺得說 哇 因為他 你看 就是你如果要像我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地方 其實是要讓他的底 靠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 而不是在 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方形 對不對 他其實是正中間 跟這個圓交集 那你如果說我要底部 我要底部靠到這個地方 普通偏移的地方 我剛才因為做過了 我算過了好幾次 所以對的 用100 看到沒有 他會往上拉 剛好就是這個地方 切在這個圓 這樣會的沒有 就這個地方 普通偏移 套用 就OK了 就可以關閉 這個就可以把它拉出來了 就是這樣子 就可以拉出來了 基本上 就是我又再做一遍 然後這個好處就是各位 我這個東西其實是用什麼 用群組 所以這個 這一個功能群組也行 看到沒有 我其實是群組 群組跟他什麼 解散群組 群組 解散群組 各位看到沒有 我其實是 一個圓 然後這個地方 跟他靠近一點 這個地方 跟他靠近一點 挑出你要的 然後再把它群組 各位 群組 群組也行 有些功能不行 這樣群組了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再拉一個圓出來 有沒有 這個記得在最上面 這個記得 我要壓到最下面 這樣 最保險 然後這個點他 再點他 shift 再點他 點起來 擴充功能 從路徑生成 圖樣沿路徑設置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重複伸展 蜿蜿 這個預設只是0 你看一下那個差別 好 我的就是這樣子 即使預覽 跑出來了 好 我的版本是 OK套用 套用之後就可以關閉 這個就可以拉出來了 我的版本是 1.3 1.3.2 基本上就會是 這樣子的狀況 好 可能你的問題 我就是再重新做一遍 剛才幾個問題 你要注意 我想最大的問題 是可能你忘了 這個地方要拉到最上面 這個地方要拉到最下面 試看看好不好 好我們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